你自己學會篩卷就OK了 沒事的 打諾手 你想防他一擊偷你 點個眼 都貼著牆站著你 他上線你上線,他不上線你就 等小兵殘卷你在那個 就好了 前期補這三個兵我建議你用Q去補 他要補這個兵的時候 他沒帶他補 他沒帶他 我有害 直接走回天黑圈就好了 我要預判了 你好放門口,你好放門口 啊放門口就可以了 我聽到他聲音 地青樹 預判 預判外賣騎手 他走到四樓我就聽得到了 我的耳朵特別 這都是從小培養出來的 從小玩電腦,對吧 老爸快回家了,我直接地青樹 莫斯玩的還可以 他很懂得怎麼處理我的Q技能 他這一點不貪,他直接EQ 直接EQ必中 這裡別怪了 我沒有死了我 我希望 我希望 死了我 我希望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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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都走不出去,那可能是我距離不太多 這潛雲應該在上,很大概率在上,我看到了再一次 這裡有機會殺人 有啊,懂的啊 那你幹嘛不往下面閃,往下面閃開擊跑 你的準備工作做了這麼久 這也太窩囊了 你還不如直接預判我三段清,下手回牆直接一顆回血 你還不如直接對把EQB中,然後就後面站著看火算了 王者之拉 緊張了 這E 他在看什麼 你這不是 等下上線就完了 玩完了 等下上線就是 這個也打不過,他沒傷害 我是他就買水鷹就買不假鞋 他買不假鞋有機會打死 他這樣子買沒機會打我 把這個重傷沒什麼用 這個點我也不太行 這裡不要給他打 太有鞋了 把這個車子 點個E 他有700血就可以秒殺 他還是很怕喔 這裡可以秒他 整個氣血就能 血讓你人一套就死 我還是不會拖到熱門 他應該出不了 我还想来个EQ 砍头,害怕 害怕,砍头了 画面卡的放原话,别放打光速 放原话都不会卡 杀分断,必须断移大师 要靠到90多点 我是不会让你过来 杀到那里就要吐斗 不吐斗就好 表现出惧怕他的样子 很喜欢EQ避充 哎呀,吃雾了,我应该站着跟他打,他妈我直接干他就好了 不该隆的,我妈一往后退了,他拉我直接点燃就好了 浪费了呀,怕他干嘛,他又没大招,气死我 我直接 直接干他就好了,我想省个技能的 我想省个点燃杀他的 不用点燃是可以杀的 然后这里被他Q到,那里不被Q到 下一波也死了 下一波也死了 下一波进塔也可以秒 真笨 真笨 凯旋回了一波 他不凯旋也死不了 烧不死,现在点燃不动 血上限高,他点燃烧不动 这个人没有人 他没关系 他没关系 他没有关系 他没关系 很厉害 我这种好玩 護甲鞋來了 诶? 他這能擋 他這能 能躲的啊 卧槽 他這能躲的啊 這都能躲 這裡被拉到就死了 潛瑜在後面 你好想抓我耶 那我不能給你這個機會 這洛蛇走的一次還挺不錯 他前面對象就 展示出來 玩得還不錯 有沒有一種可能他卡 有可能他卡 他在這裡或者這裡 給他這個 錯誤的信息讓他有那麼多 對 要殺他很難了 前面那一波是殺他的絕佳時機 但是我錯過 失誤之後就不好殺 好吧 哎唷 Double 對 那時候他走了 我感覺他沒走 嗯 連 就沒辦法 開了個急 這就沒辦法了 他一直在上路保的弄手 保了好久 兩分鐘都在上 沒去過一下 感覺剛剛這一波應該直接開大個蛋幹算 開大個蛋幹說不定就幹得過了 應該能打他一個閃 或者打他一個急 我去過一下 這麼可惜 你不照顧別人 還行 我裝備還是領先他很多 還是領先他特別多 你蹲了兩年吧 他肯定還要抓我這個 而且他會提成功 這裡就不會出去了 出去了會死 這瘋女是真不要命 要站各種位置 玩軟斧的都這麼勇敢 不敢位置都敢不站 我都不敢不站 站這種位置是純招死 打五十塊 都要打起來 好像要防禦那邊 那個手還要賞金 這波還可以,這波打得蠻多的,再吃個塔再推過誰 夠強,有沒有 去刷個石頭輪兵都有 龍王好像是要補救,他能噴火 鳳凰,收塔的鳳凰就是能噴火 這裡就好,然後他做了 三下的車子,就好 謝謝 保安都一分,不要 加蘇,流動 不僅想? 不僅想? 留不僅想? 我不僅想? 坦白? 啊是 不僅想? 不僅想? 有点失误卧槽 这墙我一了两次没一过去 还好没一过去 这路手祖宗过来犯病 他想Q伤 哎哟这个食物 因祸得福了 这个墙我好难穿的过去 路手在干嘛不知道 我这把他打的不是很好 犯的食物好多 怎么加装跟路手玩的挺好的 路手玩的一点都不差 他对线玩的没什么问题 打团有点犯病 他想偏神下凡 拍视频就在这里 路几几点 拍视频不到 讲Q伤然后跪下 走下来 走下来 去 走下来 去 四十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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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 闪tense n 哇 我操 拿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還要渴血一下你 下頭 我還要過去給他希望 讓他回頭 哎呀煩死人了 感覺這兩個人要被砍頭了 趕緊過去 不是沒可能吧 很多就不好玩了 我好帥 壞了呀怎麼浪起來了兄弟們 850 壞事 壞事了 壞事了 握手以為自己很帥 覺得自己很帥 感覺我出個藍盾他們就沒了呀 來個藍盾吧 但是我出藍盾 我想出出出 290 先買藍盾 買藍盾往他們臉上跑就完事 算了不出藍盾 媽啊直接黑切 這個毛線防禦裝 直接把他們前排砍死就完事 感覺不該 幹千玉 要幹誰 幹老鼠 我幹誰我都死 萬一老鼠有閃 只能換一個 千玉是可能死 就黑切了 好像要被藍盾 龍龍你要被抓了 劍魔不造成傷害就失格了 血罩才死 死 不過這波其實 撲那個野龍蜜 但是肯定沒這個殺的那麼爽 我操這個傷害 太暴躁了 我QE三段被露露變癢 攻擊只被禮燒 天神下了還可以 打完沒什麼問題就可以了 所以我下面一件 在就那個 來了好多人 他們直接放棄這個龍 他們直接放棄這個龍 這什麼龍啊 這個龍好像出問題了 節外生枝 我不是 這怎麼可能打得死我 哎呀 跟你們說話 吊炮轍 別過去了 老鼠站 有血量老鼠不一定打了10名 我的 你的塔 還要不陪 陣容留得過年 AP都沒有 AP都沒有的陣容 龍王單挑老鼠 老鼠打不過龍王 還好 看到吧 這遊戲是不需要出15 15太廢了 也不是說廢吧 真的很多時候他 用處不是很大 你們知道嗎 15 15的東西他真的有的時候 用處真的並不是很大的 來個春哥吧 來個春哥對面徹底絕望 剛好夠錢 你只要防禦夠了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東西你想要肉一點 你對防禦就完全夠 知道吧 並不一定說要花 花那麼多錢去買一個15然後去買他那個流血的被動 就相當於你 你花錢去買一個 平緩傷害的被動 然後你去 花錢去買一個 擊殺能恢復的一個被動 你把人宰了你開大命也是能回血的 而且 那點血無所謂的 回來劍魔回血就挺多的 這完全是沒有什麼必要 我操的就是打得好 Q3 龍哥 他砍頭了 他砍頭了 拿下兄弟們 你 你想肉你就買 買那種 抗性裝就好了 我一般是 我是怕打不動弱勢 所以我才買那個 應該是高端局不應該會出現的 被你拆中了 不是很高的 但是還好 我去拿個外賣 你想傷害高你就直接冰刀加黑切 其他兩件直接堆肉就行 我怕打不動 我剛剛說我去試試試試試看 我去做 我來選擇囉 你看 我來 我去做 idades